AXID对小绿之因患上假装显功能抗净症,而被迫在2016年全面停止演绎活动,好好的治病,休养。 在这段期间,她的病情逐渐好转,也趁休息期间积极运动、进修等,即使无法参与AXID的回归活动或专辑,她已曾透过VLIVE电台方式,与粉丝们交流,哈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,原本以为今年初有望看到五人合体回归,却没想到绿智在音乐时进行眼窝、减压手术,因需要时间康复, 让她在渡无缘采与四月发行的VLIVE单曲录着工作,更别说是宣传活动了,算一算,绿智已经约两年未参与AXID活动,粉丝们难免会担心她会突然离开,而前阵子发现她悄悄删除ID照片,引起许多人的关注。 幸好,AXID很快就否认了绿智会退团的传闻,而他们在日本进行的宣言中,就特别拨电给绿智了。 当时率智在通话中除了分享近况,也透露8月份会跟成员们回到日本进行新单曲的宣传活动哦。 粉丝们感到非常惊喜,也希望他们的承诺能尽快实现了。 果然,AXID的日本官网,最近公开了日本的TEMP,当单曲封面中,真的是五人一起拍摄的照片哦。 初回限定盘A通常拍初回限定盘B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单曲,都能清晰看到是五人的照片。 因此粉丝们都非常兴奋,AXID这次终于试完整体活动了啦。 除了单曲封面,连长,人们的个人简介也是五人的,打破了绿智退团的传闻。 话说,近日出现在蒙面歌王比赛中的一名参赛者东莫村女孩,网民猜测对方正式摔制本人物,绿智悄悄参加蒙面歌王,由于东莫村女孩的身份未揭开, 因此暂时无法确认,她是否就是网民推测的顺势,但粉丝们发现她唱歌的姿势和动作,跟绿智非常相似呢,如果是真的,那这就代表绿智也即将要归队了啦。 很期待五人吵吵闹闹闹的跑活动,希望可以快点合体啊。 感谢观看